大家好,我是Magazin承道,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祷告勇士团队,学习祷告 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为圣灵里祷告,Praying in the Holy Spirit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来,我们由在雅各身上,在彼得身上,在约翰使徒身上 都学习了祷告的原则和祷告的真理 今天我们来到圣经里最后的一个使徒,就是犹大,也就是耶稣的弟弟 来学习祷告的原则和真理 他告诉我们在犹大书第一章二十节,这样说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去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英文说,but you're building up yourself up on the most holy faith, praying in the Holy Spirit 在圣文呢,真道呢,的圣文呢,是Petis,Petis 意思就是信心,所以呢,我们把原文来翻译,直接翻译的话 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信心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什么是在圣灵里祷告呢? 在圣灵里祷告,或者在灵里祷告 是一样的 也就是用方言祷告 那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 灵里祷告能给我们信心吗? 因为有很多人这样说 只要你用方言祷告,用在灵里祷告呢 你的信心就能增长 不是的 单凭祷告,单凭用方言祷告 你的信心是不能增长的 因为 如果像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读圣经了 在 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这样说 可见信 信心 道是从听到来 听道是从基督过来的 So then, faith come by healing and healing the word of God 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 可是呢 灵里祷告呢 或者用方言祷告呢 能够激励你原有的信心 But praying in the spirit helps you Build up the faith you have already have 所以说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用方言祷告呢 它是不能增长你的信心 不能多给一点的信心 可是呢 当你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 它能够激励你的信心 就是说你已经有 在你里面已经有的信心 当你在软弱的时候 当你在软弱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行的时候 你总是 盲朗的时候 你可以用方言 Karabakashi Yon-dur-buku-san-dara-bariyanda-rababakashu Guru-buku-san-de-li-an-dara-baka-so Guru-buku-san-dara-baka-si-an-de-l-bariyanda-rabakashu 这些方言祷告也是要凭信心来祷告 可是呢 我要讲的今天 兄弟姐妹 我们 整个对圣灵的追求 和圣灵的充满 和在灵里祷告 不仅是在灵里祷告而已 因为圣灵不仅是讲方言而已 如果讲方言不是圣灵 圣灵不只是不是讲方言 可是讲方言呢 是进入属灵事情的大门 你要认识属灵 你要你当于属灵增长 在你属灵里面的认识属灵的事情 能够了解圣经 了解属灵的事情 你必须要靠 这讲方言 如果连讲方言祷告 连方言祷告都不注重了 其他的属灵的事情 我们大可不必谈了 因为 我们活在 一个时代 是圣灵的时代 We are in the era of spirit 因为今天 今天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两千年前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祂的工作完成了 祂今天坐在父的右边 我们慈爱 我们亲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也没有在我们的这里 当耶稣离开人世 人世的时候 祂告诉我们说 我要求父赐你们另一个保卫是圣灵 今天活在这世界上的 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一起同在的是圣灵 可悲很多时候 基督徒 就算他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没有 寻求 也没有 当圣灵一回事 很多信徒呢 把圣灵 看为 一件事情 一件东西 很多信徒呢 把圣灵当着 可有可无的 东西 你知道吗 圣灵是神 很多时候 我们 祷告 跟耶稣 向耶稣的祷告 没有问题 主耶稣 我来到你面前 我求什么 我跟你讲什么 没有问题 我们 我们来到 来到天父面前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啊 我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没问题 可是 我们 却 有很多 很大的问题 我们 从来没有 向圣灵来求 我们没有 向圣灵啊 我要求你 来 圣灵啊 我要求你 与我 同心 圣灵啊 我求你 给我智慧 圣灵啊 我求你 充满我 圣灵啊 我求你 带领我 没有 没有 我们 活在 圣灵的时代 在 十足行传第二章 十七节到二十节 他这么说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灌溉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 预言 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灌溉 我的仆人和使你 他们就要说预言 我在天上 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 我要显出神迹 有雪 有火 有烟雾 日头要变回黑暗 月亮要变回血 这都是主而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 在 五旬 两千年 门徒 聚集在一起 经历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充满他们之后呢 彼得站出来 来宣告 现在 是 圣灵的时代 当圣灵的时代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什么 当事情的 正在我们 正在我们读了 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的少年人 要见异症 老年人 要做异梦 你的儿女 要发异认 如果圣灵 在我们当中运行 圣灵真的是 这么运行 我们这么 刻不追求 圣灵的话 我们这些事情 是会发生的 很普通 很平常 为什么我们没有 不会很平常 在见异梦呢 发异梦呢 我们没有那么平常 来见异象呢 我没有看到 年轻人站起来 说方言 说异言呢 因为我们当圣灵 不重要 一个有追求圣灵的人 不只是在讲方言 不只是在讲方言 罢了 可是在讲方言的当儿 这就是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境界 来见异象 做异梦 说异言 而且不只是说异言 说方言而已 神经叫什么说 他会显著神迹奇事 谁是神迹奇事的作者啊 圣灵 我们预计要追求圣灵 我们预计要追求圣灵